嗨大朋友们小朋友们你们好 我是爱多绘本的燕子 非常感谢大家的点赞和订阅 如果你也想在我们的频道上分享自己的故事 那就快快的把自己的故事音频发送到我们的邮箱吧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故事是 万圣节的大南瓜 作者是美国的Arica Silverman 新兴出版社出版 万圣节就要到了 女巫种出了大南瓜 圆滚滚的挂在了藤上 幽灵木乃伊吸血鬼 挨个使劲的拉呀拉 可是谁也摘不下来 小小的蝙蝠来帮忙 你知道它有什么好办法吗 快来看看吧 从前有一个女巫 她想要烤南瓜派 于是她种下了一颗南瓜种子 她认真地除草 浇水 没过多久 一颗南瓜苗冒出了头 接着一颗南瓜长了出来 她长呀长呀 她长呀长呀 越长越大 转眼间 离万圣节就只剩几个小时了 女巫惦记着南瓜派 她弯下腰 想把大南瓜从藤上摘下来 瞧 她拉呀拽呀扯呀 她用力的拉 越来越用力 可 哪个大南瓜 根本就没离开地呢 女巫气坏了 她说 贱鬼 就在这时 来了一个幽灵 幽灵说 好大的南瓜 没错 我种的南瓜 已经长大了 可怜着瓜藤摘不下来 转眼万圣节就要到了 女巫说着 踢了大南瓜一脚 我的块头比你大 力气也比你大 幽灵自夸着说 让我来试试吧 女巫才不服气呢 但是一想到南瓜派 她还是让到了一边 幽灵弯下腰 想把大南瓜从藤上摘下来 瞧啊 她拉呀拽呀扯呀 她用力的拉 越来越用力 可那个大南瓜 根本就没有离开地呢 幽灵说 贱鬼 就在这时 来了一个吸血鬼 吸血鬼说 好大的南瓜 没错 我种的南瓜 已经长大了 可怜着瓜藤摘不下来呀 转眼万圣节就要到了 女巫说着 踢了大南瓜一脚 吸血鬼自夸着说 我的块头比你们两个大 力气也比你们两个大 让我来试试 女巫和幽灵当然不服气 可是一想到南瓜派 他们还是让到了一边 吸血鬼弯下腰 想把大南瓜从藤上摘下来 瞧啊 它拉呀 拽呀 拽呀 扯呀 它用力的拉 越来越用力 可那个大南瓜 根本就没离开地呢 吸血鬼说 贱鬼 就在这时 来了一个木乃伊 木乃伊说 好大的南瓜呀 没错 我种的南瓜 已经长大了 可是连着瓜藤摘不下来呀 转眼万圣节就要到了 女巫说着 踢了大南瓜一脚 木乃伊自夸着说 我的块头比你们都大 力气也比你们都大 让我来试试 女巫 幽灵 吸血鬼 都不服气 但是一想到南瓜派 他们还是让到了一边 木乃伊 弯下腰 想把大南瓜 从藤上摘下来 你瞧他 他拉呀 拽呀 扯呀 他用力的拉 越来越用力 可是 那个大南瓜 根本就没离开地呢 木乃伊说 贱鬼 就在这时 来了一只蝙蝠 蝙蝠说 好大的南瓜 女巫 女巫没说话 她看着幽灵 挤挤眼睛 幽灵 看着吸血鬼 吸血鬼 看着木乃伊 然后他们 一起看着小蝙蝠 哈哈大笑起来 也许 我的块头不大 力气也不大 可 我有个好办法 蝙蝠 蝙蝠把她的主意 说了出来 女巫 幽灵 吸血鬼 和木乃伊 当然都不服气 但是 一想到南瓜派 他们还是弯下腰 想把大南瓜 从藤上摘下来 蝙蝠 蝙蝠喊道 一 二 三 拉 蝙蝠 拽着木乃伊 木乃伊 拽着吸血鬼 吸血鬼 拽着幽灵 幽灵 拽着女巫 女巫抱着大南瓜 瞧啊 他们 拉呀 拽呀 扯呀 他们 用力的拉 越来越用力 突然 啪 大南瓜 飞了出去 女巫大叫着说 见鬼 嗖 大南瓜 飞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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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砰的一声 落到了一个小山坡上 然后 滴溜溜的 她一蹦一跳的 朝女巫家滚去 滚到家门口的时候 正好停下来 女巫喊道 蝙蝠 你太了不起了 女巫赶紧冲进屋去 做南瓜派 南瓜派做好了 幽灵说 真好吃 女巫说 再来一点 吸血鬼说 实在 吃不下了 木乃伊说 这次聚会 真不错 蝙蝠说 该回去了 女巫 目送着他们离开 真贱鬼 然后 她静止走出门 又种下了一颗 南瓜种子 如果还想听什么有趣的故事 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们哦 别忘了点赞 分享和订阅 谢谢 下周见 我保证 看看 金